可能需要去做一些修改 做些修改的时候 我应该是怎么去操作 现在这一款歇马驱动器 包括之后的一个合穿的一个驱动器 其实都是有一个数据线的 先把数据线连上 然后打开对应的我们软件就好了 软件反正之后都会整理好的 每一个驱动器都由于看自己的软件 驱动器没连上吗 有了 那这个里面其实你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你们常规用到的参数 就是一个每电机 每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速 然后这边每旋转一圈 输出的指令脉冲速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旋转电机也好 直线电机也好 它一圈是有固定的一个长度的 你旋转电机就是一圈360度 但是我的直线电机 它是把那360度给它铺平了 那就直线电机里面就有一个截距 那截距是什么 就是我一个截距相当于 我给它弯起来以后就成为一圈 我当前的这款截距的话是24,000 24,000个卖冲 是一个截距 24,000个一圈 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说一圈 我给它 本来是如果是这里填24,000的话 刚好是一个卖冲 是一个微米 那我现在是填的是12,000嘛 那其实我一个卖冲 它不止一微米了 是20倍嘛 20倍嘛 是不是 25微米嘛 两倍是24,000嘛 再加个里面24,000嘛 20倍嘛 我一个卖冲是20倍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设置 就是说如果我设置成1比1的时候 就是我主板 我的主板 逻辑主板 我下面的系统 逻辑主板 它输出的卖通频率 它没有那么快 那我机器就跑不快嘛 那我把这里的数 我把这里的参数改小以后 它就能跑得比较快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要让我的机器 我要让我的机器参数 就是移动 一微米 它反馈也得是一微米 要统一 把两个进入 要做成闭环 那这个是 等一下我机器软件设置 为什么会有这个20倍的 这个问题在这里面 如果我做成1比1的话 我输出卖送数太多了 就是说我就一直在那边输出卖送数 我其他事不用干了 对 然后我要去调整它的时候 怎么弄的 首先我机器会有一个自动 软件会有一个自动调整的 这个一个模式 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 Io口先给它 先给它 关掉 看到 这说on的这个 就表示似乎通电了 我现在 长臂 它就说on了 就先给它藏开 不能让它说on 然后 正义调整里面 来一个标准应答 震动一字 开一个2 对 这些工厂是会做我的 但是我只是演示 简单的演示一下 大家就先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些都不用管 然后到自动订这里 自动订这里打开 然后定位优先 中刚性 然后你实际的一个指令滤波 这个时间 时间的话 改个1就好了 就是你要的一个强度 刚性越强 它跟随性越强 就是说 你的刚性越强 我的定位能力越强 但是相对而言 我的电机的噪音也会越大 理论上说 理论上说是高刚性是最好了 对 但是噪音会很大 如果说你不在乎噪音的 最强 然后 这跟你的负载也有关系 跟你负载也有关系 如果说你是特别软的一些材料 要定位很慢 那你就用低刚性 我们默认都是用中间这一条就好了 然后车头去推一下 车头不要放两边 先放中间 然后 差不多中间位置 然后往两边 往两边走就好了 下一步 然后这里的只改一下 改成200 下面改成4000 加速度 然后收拾按一下 听到声音了 然后他现在减的话是往左 差不多到那个位置就好了 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值 那这个值和下一个值 等一下是会往 会有一个往复运动的 我要给他往右边推 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就是个我定的区间了 然后我有一个最大速度 最大速度我改1200或者1600 1米6 因为我们正常跑 大机器跑的话 也就跑个1米68 1米7左右 然后往复运动 全范围运行 然后下一步 他会报错 滚管 然后start 然后就等他整定结束就好了 我讲的 现在讲的这些呢 就是加深一下你们对整个机器的一个了解 就对对你们正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其实用的很少 因为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工厂内已经完成了 哪怕你出去售货也好 你会 你至少有个印象 就会会很方便 因为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我调完以后 因为未来会碰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需要你对这些X轴的反馈也好 Y轴反馈也好 你要足够的了解以后 你才能查出来的 比如说 我现在就昨天那个遇到 我一直跑偏 一直跑偏 就是我磁上什么的电机运动都OK 但是会跑偏 那跑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首先 我的磁头反馈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是我主板接收我反馈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是我磁头给的信号太快了 我主板没接收到 或者是我电机跑偏了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去查呢 首先我昨天反复的去让它动 我电机每一次过去 回来的位置它是不变的 但是我的主板接收到信号少了 那我只要能判断 就是说我现在我磁头给的信号 我驱动系统是能接收到的 那我主板接收不到 那它在X轴跑偏 它是一般的跑偏 就是每次打的位置不一样 每次打的位置 偏了很多 你说偏个零点几 我根本看不出来 它偏了几毫米 这有问题